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听讲 我们的课程听讲到最后 那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复习 今天 мы продолжим повторение мы будем говорить о пройден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начала посмотрим 地 и причасти 首先来看副动词 俄语的副动词 分为完成体和完成体 两种形式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两种形式是怎么构成的 为完成体副动词 又为完成体动词 现在是附属第三人称 也就是 去掉词文 够成 например 我们把它变成 所以我们把 去掉 变成 在变化 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动词 副数第三人称的词干 是以 这几个字母结尾的话 那就直接去掉人称词尾后 加后追 就可以了 比如 例如 这里出现了 所以我们只要把 at去掉 随后加a就可以了 所以 离杂的副动词形式是 留着 slys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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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č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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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遇到 以 awać 写我的动词 构成副动词的时候 去掉不定式的t 直接加后追 ya 就可以了 например vstavate vstavaya ustavate vstavaya uznavati uznavaya 但xia 的动词 构成副动词的时候 请注意了 z的xia 要改成s 因为 我们变副动词的时候 一般会出现 ya 或者a 这样的原因 所以 会变成s 我们来看例子 nahajitsa nahajais inтересovatsa interesuyes ublikatsa ublikais pulzavatsa 那以上就是 未完成体复动词的构成 我们接下去来看 完成体复动词的构成 完成体复动词 由完成体动词的 过去时构成 首先把动词 变成过去时的阳性 l结尾 那就是on的l结尾 所以我去掉l 加v naprimier pasmatrić 我们先要把它变成 on的过去时 onpasmatrio 所以我把l去掉 加v 变成pasmatrić prachetate prachetau prachetav napisat napisau napisav 同样完成体复动词构成当中 也需要注意一些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 动词过去时阳性 它不以l结尾 它不以l结尾 以其他的复音结尾的时候呢 那我们直接加 shui naprimier spasti 它的on过去时是spas 没有出现l 是其他的 是以s结尾的 那直接变成spas shui 还记得吗 这里读音也有注意 这里s加shui 我们要念常诗 prinisti prinios prinioshi prinisti 这里虽然是写z 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还是念s on prinios prinioshi leach lok lokshi 那还有一些动词 它的过去时on的形式 虽然是l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 prinioshi 这里是sthi 那它的副动词形式是 prinioshi prinioshi patsmi sti patsmi rassi sti prinioshi 这三个动词 请大家记住它的特殊构成 那在变化完成体复动词的时候呢 如果遇到代价动词 我们只要把sia变成vushish 就可以了 在完成体复动词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见 有些完成体的复动词 它是以未完成体复动词的后缀 yahu a 来构成的 Naprimer prinioshi 那其实它标准的 复动词的形式 应该是prinioshi 如果按照我们的规则 对不对 但是 也有俄罗斯人 把nioshi 它的复动词形式 加前缀来构成 它的完成体复动词 就变成了 prinioshi 同样的 uvidic uvidic 那其实它应该是 uvidic uuslish uuslish 这几个形式 那我们也会遇到 其实说到底 这也是俄罗斯人 自己说错了 但是 我们也要理解 这是它的一种形式 还有一些单词呢 它本身就有两种 复动词的形式 比如说 designut 它可以是 designut 也可以是 designut 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而且都是正确的 那说完复动词的构成呢 我们现在简单来说一下 它的意义和用法 它一共有五个用法 第一 为完成体复动词表示的 动作特征 与句子当中的动词谓语 所表示的动作 是同时发生的 那其实这也就和我们之前 讲的对外俄语考试当中 关于复动词的选择体部分 相互对应了 我们要知道 如果未完成体复动词 出现的时候 那它是和句子当中的谓语 也就是另外一个动词 处于并列关系 完成体复动词表示的动作特征 发生在动词谓语 所表示的动作之前 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bose d'avok 首先是 完成体复动词出现这个行为 随后再是句子当中另外一个动词 第三个意义用法 复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特征 和动词谓语 表示的动作 必须是同一主体发生的 也就是说 如果 句子当中出现了两个主意 那我们就不可以用复动词 那复动词 和复动词短语可以在句首 句中和句末 必须用逗号与其他部分隔开 这是标点符号的使用 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了 最后一点 复动词和复动词短语 说明句中的动词谓语 可以表达行为方式 时间 原因 条件 让步 等壮语意义 可根据上下文 或句子本身的意义 来判断各种壮语意义 那如果这些意义 大家都理解正确了 做句子替换 就不会有问题了 比如说行为方式意义 它是表示行为的先后 先怎么样 然后再怎么样 时间意义的话 一般是可以替换成 时间从句 原因意义 条件意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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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步意义 他讲 好 那以上就是 复动词的构成和使用了 接下去我们来复习行动词 那行动词 它是有形容词和动词的 特征的一种动词形式 那具体的 它的一些概念和特点呢 我就不说 大家自己看 那我们要知道行动词可以分为主动行动词和被动行动词 disfitilne pricastia y stradacilne pricastia 先来看主动行动词 首先看 现在是主动行动词的构成 它一般只能由未完成题动词构成 它的变化是去掉 现在是复入第三人称 也是安逆形式的词文 wut yut at yut 随后加 u shi 比如说 比如说 они пишут 把 ут去掉 加 物去变成 пишущий читать они читают 把 ют去掉 читающий заниматься занимаются занимающиеся 第二个文法也是一样 лежать они лежат лежащий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ходятся находящиес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一,如果是在虾动词 构成形动词的时候 虾仍然位于词位,不变化 那由第一变为法动词构成的主动形动词呢 它的重音是和这个动词 复数第三人称any是一样的 而如果是第二变为法动词 它构成主动形动词的时候 重音一般是和动词的不定式相同的 接着来看过去式主动形动词 那过去是阳性以L结尾的 一般去掉L加后续 如果不是L结尾的 其他词音结尾的 直接加SHI就可以了 Например 这个动词要注意一下 它的不定式是A-RASTI 过去式ON是ROS 它的行动词是ROSI ICHIZNUT ON ICHIZ 但是这个NU在行动词当中又出现了 ICHIZNUFSHI 过去式主动形动词的变化的重音 一般是和动词过去式的阳性相通 那还有动词ICHIZNUFSHI 极其带前缀的动词 它的过去式主动形动词的形式比较特殊 我们要特别来记一下 ICHIZNUFSHI PRAITI PRASHECHI WISTI WIETCHI PRAWISTI PRAWIETCHI 主动行动词的使用 主动行动词通过正在进行的行为 也就是现在式主动行动词 或者是已经实施的行为 过去式主动行动词 来表示人或事物的特征 它的意义近似于什么什么的 主动行动词带有补语或壮语的时候 可以和它们一起组成行动词的短语 那这个短语可以位于被限定词的之前 也可以位于它的之后 那主动行动词可以和限定从句互换 那也就是我们之前接触过的 对外俄语考试当中的 主动行动词和Gattori的互换 那这里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也就不再多重复了 下面来看被动行动词 被动行动词是由急物动词构成的 大家要注意了 是急物动词 被说明的事物是行为的直接课题 那一般解释为被什么什么的 那被动行动词呢 也有两种事态 先来看现在时被动行动词 它一般是由未完成体积物动词 现在时复数第一人称 me的变化形式加形容词词为 e构成 那去带去举例 首先把它变成me的形式 me去达演 随后加e 那它的被动行动词就是去达演me повторять повторя演 повторя演me видеть видeme 那虽然我们强调被动行动词 是有急物动词构成 但是有个别的不急物动词 也可以构成被动行动词形式 比如说 Rukkawadit 它的被动行动词是 Rukkawadimey Upravliat Upravliayme 那i avat结尾的动词呢 构成现在时被动行动词的时候 情况也比较特殊 它是由动词不定时去达te 随后直接加yemey构成 比如 Pradavat Pradavayme Dostavat Dostavayme 那还有一些动词呢 它虽然是急物动词 但是它没有现在时被动行动词的形式 请大家牢记下列动词 Bit Bit Mit Bit Sweet Brat Jdat Bissat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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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来看 过去时被动行动词 它由完成体积物动词不定是 词干 加m yemey Iye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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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N都是有两个 具体的变化一共分三种情况 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种情况 Iat Yat Yet 结果的动词 一般去掉 T 加m y 就可以了 那Iyat Yat 结果的动词呢 构成被动行动词的时候 终于要向前一个音节 Naprimer Ukazat Ukazaney Suzdai Sozdani Paymat Poymaney Batereyat Batereyany 第二种情况 Iyat 或者G 结果的动词 去掉 词尾 随后加 Yeney Iyany Yony 中音怎么看呢 如果动词在构成 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也就是 D的时候 如果中音在 人称词尾上 那构成被动行动词的时候 就是加Yony 如果动词单数 第二人称 中音不在词尾上 那就加Yen Naprimer Pastrojit ТыPastrojish 中音没有在 人称词尾 所以它的被动行动词是 Pastrojene Rishite ТыRishish 这时候中音在词尾上 所以要加Yony 构成Rishone 动词在构成 第一人称单数形式的时候 发生的语音交替 构成行动词的时候 仍然保留 那关于音T的规则 我们之前一直提过了 比如说 G D Z 是变成 Z T K 是变成 C S T 是变成 C H S 是变成 S 那么来具体再看一下单词 Пригласить Я приглашу 这里 四和诗 出现了音T 它的被动行动词是 Приглашенный 这些动词 大家一定要都记住了 那还有一些动词它有例外的变化 我们也具体来记一下 第三类 某些动词 那主要是单音节动词 或者以ñat,nut,create 节目的动词 在构成过去时被动型动词的时候 我们去掉t 随后加tij 那中音和动词过去是阳性单数中音一样 например открыть, открыty забыть, забыty достигнуть, достигнутty начать, начatty принять, принятty занять, занятty 被动行动词的使用 常为被动行动词不带状语或不语的时候 一般位于被说明的名词之前 与被动行动词连用的表示行为主体的词 一般用第五格形式 还有就是被动行动词与gattore限定重句也可以互换 但是在重句中gattore一定不是处于第一格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行动词和副动词的构成和使用 那请大家注意了 行动词和副动词一般都是用在书面语当中 口语中是很少出现的 接下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俄语的动词假定式 也就是动词过去时加bui 假定式一共可以表示三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 表示希望实现的行为 那不定词句和无人称句当中呢 也是可以使用bui的 一般表示希望或者打算进行的行为 Naprimer Poehehać bui na mori 到海边去多好啊 Nužna bui na wistić Balnova tovarisha 正该去探望下生病的同志 东词假定式的调整用法 可以表示设想而实际不存在的行为 Ya pashla bui včera v teatr yisli bui u minya byla vrime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昨天就去看戏了 那实际是表示他没有去 Yisli ni gomparcia Nie byla be noua kiteya Meu gongchangdaan Jong meu xin zunggo 东词假定式的第三种用法 可以表示 Weiwa na cienyi Chen gao Iji cienxun na bialda Zida khanfa Hai yi cien Pošla bby te guliat Ni ju sa zang buba Ya bby skazal, что Vy ni pravy Ya wo shu ni bude Ya hattel bby skazal Neskолько слов Po etumu vaproso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说几句话 那这里其实也就是 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如果我们要说 我想干嘛干嘛 一般用 Hatiel bby Ili hattiel bby Ili Mni hattiel zibby 这样更谦虚 更礼貌一些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讲了 俄语的形容词短尾 那一定要记住了 俄语的形容词短尾 一般由性质形容词构成 那至于什么是性质形容词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复习一下 那我们主要再来复习一下 短尾的构成和使用 形容词短尾形式的阳性 由形容词词干构成 阴性中性和负数 加性 数的词词就可以了 那要注意了 形容词短尾 是没有 G的变化的 再来稍微複习一下 новый 它的短尾 н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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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овый 要注意的是 большой 这个词的短文形式和 是一样的 那malingi它的短文形式和mali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去试衣服说 这个衣服大了 我们是说 velique 那如果形容子的词干末尾是 福音连坠 那在构成阳性形式的时候呢 两个福音之间经常出现 原音o或者ye 其实也就是帮助读音嘛 比如后坠 是福音k 那一般出现o например близкий близок крепкий крепок короткий короток легкий легок и так далее 如果后坠是k 但是前面有短一 软一符号 或者是的时候 那一般出现ye например 如果词干末尾是r gisli gisli gisil 那还有一些性质形容词呢 它们是不构成短文形式的 那这里包括 比如由关系形容词转化来的性质形容词 比如说 bratsky beivui bratnoi starinny tavarişiski družiski tadale 或者有些表示颜色和毛色的形容词 那它们也是没有短文形式的 还有 来源于动词有后坠eo的形容词 那primir astali ustali 这样的词 它们是没有短文形式 以及带主观评价后坠或者前坠的 prie ras 这样的形容词 它们也是没有短文形式的 当然 我们被规则背多了也知道 总有例外情况 比如说 razumni 它是有短文形式的 razumin prekrasni 它虽然是prie的前坠 但是它也有短文形式 prekrasin 少数形容词 只有短文形式 družen rat namirin garast lub itadale 形容词短文的重音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说它的几个特点 一般多音节的性质形容词 构成的短文重音不变 音性的重音 经常会移到词尾 那一般以OI结尾的性质形容词 也是属于这一类 那短文的重音 除了阳性以外 全部移到词尾的也有很多 比如说 haroshi 这样的形容词 有些形容词短文呢 它的中性和复述 还有两种重音 就是两种都可以 那每一个特点下面的例子 我都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自己刻下 再看一下 接下去看 形容词长短文的用法比较 一般在现代俄语当中呢 长文形容词一般能用作定语 如果长文和短文都做谓语的时候 那它们在意义结构修词上 都是有区别的 首先看意义区别 长文形容词作谓语的时候 通常表示经常性 或超时间的特征 而短文形容词作谓语的时候呢 表示暂时性 或者非常气的特征 当我们说明天气或者颜色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长文形容词 不管特征是不是暂时的 当然这里还包括一些 根本不用短文的形容词 比如说 这些以东西来形容颜色的形容词 在文学描写或者描述事物特征的时候 不管特征是否经常性 那一般我们是用短文形式 长短文在意义上的第二个区别 长文表示与具体情境无关的一些特征 而短文表示与情境有关的相对特征 一般出现在表示尺寸啊 质量啊这些意义的词当中 指出不足或者多余 那一般长尾形容词语气比较缓和 而短尾语气较重 某些形容词它的长短尾 在意义上有显著的不同 比如说je voy和jeve 一个表示活泼的 一个表示活着 在一些固定的组合当中 有些只用长尾 有些只用短尾 我们接下来去看结构上的区别 短尾形容词有支配间接格的能力 而长尾呢 用第一格做位语的时候 一般不具备这种能力 有的时候会遇到长尾形容词做位语 而带有被支配的情况 但是这种句子常常有俗语色彩 用作位语的长尾形式 有带原因前置词 ort的第二格式 没有俗语色彩 长短尾形容词在结构上的第二个区别 主语位于聚首 其后有表示处所 时间或所所关系的 非一致定语的时候 位语形容词大都 都用长尾形式 主语用带词 这些词表示的时候 位语形容词用短尾形式 在和boot 或者boot 连用的时候 组成起始句 一般用短尾形式 接下来再来看 他们的修词上的区别 短尾形式具有书面语的性质 而长尾形式多用于口语 在语体特点不变的情况下 短尾可以表示一般的概括的意义 而长尾表示个别的具体的意义 长尾形式是第五格的时候 与短尾比较接近 具有书面语的性质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通常表示暂时性的特征 好了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同位语 同位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定语 是用名词说明名词的定语 同位语在句子当中 可以说明被限定名词所表示的任何一个句子成分 它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被限定的人或事物的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特征 比如 第二个特征表示人的职业 职务 专长 年龄 性别 民族 政治派别 生活地位等等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用法 比如 第三个 表示事物的名称 第一个字母大写 放在引号内 一般不变格 只有本位语变格 这一类与本位语不同格的同位语 叫非一致同位语 同位语的使用 同位语和被说明名词在 格上通常应保持一致 但是下面两种情况是例外的 第一种情况 表示报纸 杂志 科学文艺著作 企业 组织等名称的专有名词 用作同位语时 一般都不变格 只用第一格形式 第二种例外情况 用作同位语的地理名词 如果比较深辟 或者和被说明名词的性数不一致 通常也不变格 用第一格形式 以便于确认原形 同位语表示 沈 县 湖 山 岛 车船 等名称时 通常使用第一格 不和被说明的名词一致 同位语的第二种使用 他所说明的名词 在句子当中 做主语的时候 位语应该与 被说明名词一致 而不是与同位语一致 但是 如果同位语表示 人的性别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位语就应该跟同位语一致了 第三 同位语与被说明名词带有定语的时候 定语应与被说明名词一致 但是如果同位语表示人的性别 职业职务的时候 定语则应与同位语一致 简单来说就是性别优先 变革的时候 联系较为紧密的同位语 可以只变后面的词 我们最后看一下 同位语中连字符的使用 如果同位语在意义上 读音上和被说明名词 有紧密的联系 那书写的时候呢 通常用连字符 与被说明的名词相连 但是以下几种情况 是不加连字符的 第一种情况 专有名词在后 比如说 Gorot Shanghai 但如果反过来 专有名词在前面 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加连字符的 第二种情况 同位语表示称呼的时候 也不用加连字符 那之前的课里面呢 我还给大家讲了 Gramatickie termine 语法术语 那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希望大家自己再去复习一下 因为对于二级或者三级的考生来说 语法术语都应该是掌握的 之前的课里面呢 我们还提过了 关于前置词 V 那 Z的用法 我们这里再 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首先来看前置词 V 它可以表示 1. 空间关系 指明动作方向 回答古代的问题 2. 表示时间关系 指明动作进行或完成的时间 3. 表示客体关系 补充动词意义 可以指 人所处的状态 指行为的方法及特征 表示行为的目的 表示度量 表示相似 4. 前置词安插在重叠名词中间 构成副词性组合 表示 完全相似或极其精确的意思 那这一些组合 大家可以记一下 比如 Minuto Minuto 表示非常准时 Slova Slova 熟字 5. 常用来构成一些固定的组合 Naprimer Vglaza Vlizu Vadjingolos 好 接下来就很快的看 那的用法 那可以表示 1. 空间关系指明动作回答古代的问题 2. 表示时间关系指明动作进行或完成的时间 这是和无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自己要分清哪些名词他有加前置词无 哪些名词是和那搭配 3. 表示客体关系指明动作或状态所及的人物 4. 指动作的方式方法 5. 表示目的智能和用途 6. 表示度量关系指明事务或行为施展的范围 7. 还可以构成一些固定组合 那这一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一一读例子了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最后前置词za的用法 1. 表示空间关系指明动作的方向 也可以表示离某地若干距离 通常与前置词ort连用 2. 表示时间关系指明动作完成的时间 可以表示行为完成的期限 也可以表示发生在某事之前的一段时间 通常和前置词多连用 3. 表示客体关系补充动词谓语的意义 指明谓语动词代表的状态是由某人或者某物引起的 4. 表示原因指明进行某一动作的根据理由 5. 表示目的关系有为了赞同维护这样的意思 6. 表示数量关系说明超过某一界限 通常与数词或者数词名词组合连用 6. 最后它还可以表示代或者替这样的意思 6. 除了前置词vunasa 我们也讲过bit这个词的用法 7. 那我们要注意它首先变革 7. 它的肯定与否定 7. 它的不同的时态 7. 比如它的现在时是ist的形式 7. 一般在现在时当中是不出现的 7. 那bit可以表示有没有 7. 存不存在 7. 是不是这些意思 7. 那大家还记得要区分开来 7. 要念多吗 7. 和7. 名念多吗 7. 这样的句型 7. 它的意思上的区别 7. 以上呢 7. 就是我给大家复习到 7. 我们第7课到第9课当中的语法内容了 7. 其实我们真正上的内容 7. 是特别特别多的 7. 所以全部复习也是不太实际的 7. 我只是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你很希望 一切的制度 的製品 可以在学校和工作的工作 我在此祈� 祝福福利 祝福福利 幸福利 在学校和工作的生活 生活 希望大家 最好的 我希望你永遠都是幸福的人 我非常感谢你和您的关系 我非常感谢您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继续的节奏 我们的节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